下面是徐教授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 中套过河军对熊风马 熊套对军的布局系列教程 到这里 红帮追正统的布局 中山兵或者近七兵 红帮换套路出牌 直接规矩过河 这一步期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要不说 他对这个布局的取离 不懂 第二 他又是想欺负人 我在一变招 看你黑一把 能把我怎么办 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讲了红帮的第一个变化 兵器进一步后 由于他的中路 没有构成威胁 黑军体检下而 比红帮表态 我们又讲了 红帮 即进中兵 这个时候 与第一个近七兵所不同的是 中路比较空虚 我们必须要先果实 五强中路的防守 再放开手脚 与对方对攻 那有其有就说了 近七兵不行 近中兵也不行 让他转进三兵 这么样 我们今天就对这一个问题 进行探讨 我们站在非凡的立场上想 枫荒请这部三兵 他首先对我的中路 没有构成威胁 我们中路就不用补齐 我们照样用他进七兵的思路 对他采取高压态势 今天 看你如何表态 如果他上市的话 我建议大家参考我们的第一 第二个视频 进行攻击 我们今天重点来讲 他上马过速 怎么攻击他 接下来 由于红帮上了这根马 他的三种马 就四根了 没有了保护 我们马上 对他进行打击 接着 帮外马 这是这个局面 藏着的手段 这里把马给你采取 我们先看 红帮的第一个反应 直到这里 相信看过我视频的 其实我都知道 在第二个视频里面 红帮黑帮都形成了 在一个相互四的局面 列为的区别 一个是进了七兵 一个是进了三兵 所以 回马 七兵 不能推 借着上下 要对于同方的第一个反应 直接进的话 被他一股市 下来打死军 你最多能够换一个套 或者一个马 所以 所以他不会再进去 同样的说 他如果再犯一次 那他就是傻瓜 最后的一股市 行过来 让我给你打掉 只打过去 用浴室的把这里打着马 打过去 在第二个章节里面 我们讲到这个时候 黑帮有一种 奴自身 倒把一股 这里后面给你一套 看你怎么表态 回这个马 显然是不行 被他强行打掉 你又没有打死去的气 因为这里打掉 再打下将军 你得踩 那他回这个马 走一下 回这个马 的时候 点住他的向下 打奔弓 你只能飞下来 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进步 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是 行套过后 强行要杀对方 第二个思路 我们在第二个章节里面 讲到 这个居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一起分局 混合就玩玩 但是 这个局面 跟前面的 有相似之处 但是却大有区别 第一 你行套下 要下来调杀的时候 他可以这样的 兄弟过来 挡住你 第二 我们这个军 由于没有在二路线 你现在走一步 然后下一步 行过来 上的时候 他的军 还是通过这里 回到这边 回来防守 现在就要我们黑方 动脑鸡 我们这两个手段 都被他的这一股鸡 给破坏了 我们怎么不让他 的鸡掉到这边来 这个时候 我们有两种鸡 第一种军鸡 军鸡 好像也可以 但是我们还有更好的一种选择 军鸡火马 攻击这个黑鸡 你 挡住你回家的路 下一步行套 底下要杀 这里挡住 那红方 只能进鸡马 黑一方 抖炮要杀 这个马 暂时不管他 你只得上马 这里 将一区 等你上的时候 他再把这个马 撬上来 你若是要打的他 他退回来 拉住你的中兵 随时撬马过来 踩你的马 还有起横鸡 掉过来 杀你的老将 我相信 红方很快就会扭摸住 由此看来 黑一方上马过后 红方行去捉炮这一步棋 马上就会遭到猎人之灾 那这一步棋不行 你要是拱鸡好像也不行 他再打你的马 你把马鸡掉 他再打一个马 白赚一个子 在开局还没有打响的时候 就白白的干掉对方一个主力大将 可想而生这个戏 才能不能下 那现在 红方就还剩一种最好的招法 退回来保 我们说了这个时候 红方 民军变暗军 他走了无数一步 又绕我回来保住这个马 到这里 回顾有一个突破的手段 拆两边 让你踩过去过后 他打底下进行突破 然后回去卡住你的这个边马 把边马给你做回来 我们先看红马 一起用事 就是给你干 踩掉 那这里 打一架 上市 卡住你的马 其眼有名 马鸡变暗军 就是这个道理 你现在如果看的话 他算你退炮 给你打回来 下一次还给强大中兵 红方在军客之间 丢掉了一个下 还损失了几个兵 看来 红方上马 七黑方的鞭马 好像也不太好 那下一个时候 黑马 踩掉这个兵 攻去这个 红鞠 红鞠也很投降 进兵 这个时候好戏上场 裁军给你表态 看你走到哪里 你若是进兵去抓炮的话 你想到你身炮的时候 我战独兵 强行先走 那就是你做梦去媳妇 进兵好事 但是 黑马这个时候的炮他不会躲 正好在进兵去做剧 你若是失掉的话 你 毁尸完毅 挂掉 挂掉 绝杀 那如此看来 进军捉炮不成立 抓马怎么样 黑马 退到边路 继续 打这个三重马 看你如何表态 你显然不能回马这里 一卡打能够拒就了 你 大爷 肖羊怎么做 什么羊 肖羊 你听好了 从洛阳出征走大厦门 是用不齐 推炮 推炮的时候 我们怪物的手段 倒霸阳里 在底下给他一兜 拘炮联合桌子 马怎么办 马不敢走呀 你的马落手槽的话 被这里一卡 打门弓 又拘又丢了 所以右腿就回来保住 马上来又要采鸡 你现在要是分过来的话 他接着就取军 下一手 大家都知道 这一甩鸡过来 站住内道 你现在又没有 对头打鸡的手段 因为黑方白痴马 不说才能白痴下 打不死这个黑鸡 现在洪帮又不行 那平鸡不行 他进去捉马 不一样 颠消带打 干掉红的 三个冰的同时 采鸡 捉马的时候 黑鸡炮打过来 打门弓公娘 你又不能上下 上下再敲掉一个马 只能打 撕掉 马又有了根 白白的损失了一个大字 就说 他跳到向前的位置 形成向前马 进口弓 推个手 那在于 红方 上正马 被黑方的 如法保守 即便下而入 迅速失败 那红方 那红方就会想 既然上正马 这个马是跟 成为了 黑一方 公平的对象 黑一方在这里面 大做文章 那我 上编码怎么样 针对他 针对他 上编码的这部棋 我们黑一方 到底怎样进攻 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 接着讲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结束 请各位旗友 多多关注 并点赞 谢谢 我们再见